台湾举重女神郭信淳第四次挑战奥运殿堂 抓举开把从原本的100公斤一路加 中国选手举完之后 我们的女神马上又加到103公斤 追凭上届冬奥记录轻轻松松 郭信淳这次挑战59公斤级 抓举项目第二把105公斤失败 不过第三把马上举起来 以第四名进到他擅长的停举项目 开把130公斤 可惜左手有点小瑕疵 来到第二把成功 第三把直接填到137公斤 但可惜没挺住 最后以总重235公斤收下铜牌 对郭信淳来说 这届的巴黎奥运 未免挑战考验非常巨大 毕竟富商上阵 不过还是连续三届奥运 都站上颁奖台 但中国队的罗诗芳 打破奥运总成绩 以总重241公斤 拿下金牌 紧张是难免的 因为有上次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 现在就是 能够把现在的状态带到比赛 然后全力以赴 30岁的女神郭信淳 在里约奥运拿童 东京奥运夺金 完成奥运 亚运 市井赛 亚井赛 跟市大运的金牌大满贯 今年带着腰伤出战 仍然不放弃 也替举重队 在奥运史上 再添一面奖牌 也创下联舞界的夺牌记录 不愧是我们的举重女神 一把把的举起 粉丝们的期待 TVBS采访团队 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导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 跟中华队一起Owin